随着王凯的人气爆棚啊 一些有的没的的麻烦事呢 也是接踵而至了 先是因为房东阿姨的一份信呢 莫名的糟黑 近期呢更是被人抓住早前的照片做文章 怀疑其他的个人取向问题来了 你看这年头要当男生真的不容易 此前有网友曝光了一张王凯昔日 与11位男性好友聚餐的照片 表面看上去朋友聚会有都是男性 显然再正常不过 可就是因为这一张照片 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某些网友再次扶尔摩斯上身 对照片中的男性扒了个底朝天 最后一社交圈乱 取向不正的罪名扣在了王凯的头上 原来这一切的基调 竟还是源于王凯 曾经饰演的娘娘腔陈嘉明一角 德南 你上午答应过我 晚上要和我参加晚会的 你不能剖笑我不管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说过 你这是送我的礼物 不管是谁摊上了这等 突如其来的糟心事 那肯定都不是滋味 更别说王凯这才晋升男神 不过王凯经纪人胡小姐 称目前王凯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正常的在拍戏 但王凯方面也并没有打算 稀释宁人 11月30日 王凯所属正午阳光影视 有限公司发表声明 就此时进行回应 直言传言蓄意捏造 并展开维权行动 我们遵从律师的意见 我们今天正在走所有的法律程序 新闻在线编辑报道